今天早會的時候,經理宣布說 我們要開始參與線上的教育訓練 只要聽總經理的部分就好了 這麼簡單就趁現在趕快來看吧 啊,好像就是這個迎接AI世代 什麼?這樣有三個多小時? 這麼多部門上要怎麼找到總經理的部分? 而且還全部都是英文,都沒有字幕 這是要我怎麼看? 為什麼影片不能跟我一樣有智慧? 歡迎來到Microsoft 365工作聖經 讓我們一起進到AI世代 智慧工具無所畏懼 我是今天的值班經理Kelly 相信大家都一定常常遇到以上的問題吧 當我們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只要使用我們的Microsoft Stream 就可以輕鬆的解決喔 Microsoft Stream是一項企業影片服務 可供組織中的人員安全地上傳、檢視和分享影片 您可以分享上課、會議、簡報、訓練課程或是其他影片的紀錄 協助您的小組共同作業 Microsoft Stream也可以讓您輕鬆地分享影片中的留言 在留言或描述中標進時間碼 以參照影片中的特定點 並與同事進行討論 Stream 的特點有 1.智慧搜尋工人 有人像搜尋 又或是透過搜尋影片中的字詞 2.與Office應用程式做結合 像是Microsoft Teams、SharePoint以及Yammer中 就可以上傳、檢視和分享影片 第三個特點 安全 Microsoft Stream使用內建、理線企業的安全加密和認證 確保我們的客戶只和目標的受眾共享影片內容 讓我們一起打開我們的Microsoft Stream吧 首先我們來到Office 365的首頁 找到我們的Stream並點選下去 進到我們的Microsoft Stream之後 我們可以在搜尋的地方搜尋我們想要的影片 找到了我們的影片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影片右方Stream 會自動幫我們生成英文字幕 如果今天我們想要找到某一個關鍵字在哪裡 我們可以在上方搜尋文字記錄的地方 輸入我們的關鍵字就可以找到 那如果今天我們想要看影片中的人員有哪些 我們可以到影片下方 詳細資料旁邊的人員點選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部影片中總共有出現幾個人員 並且在哪一個段落我們都可以找得到喔 透過以上兩個例子 我們可以知道Microsoft Stream是一款兼具智慧整合性安全的企業影音分享平台 事不宜遲大家快來體驗有智慧的Microsoft Stream吧 今天的工作聖經就到這邊 下一期將由我們的 William 經理 來大家認識Microsoft Teams 的 T-Bot 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歡迎搜尋我們的Microsoft 365 Vlog 以及關注我們的Microsoft Taiwan YouTube 頻道喔 這些關注於當地的網站 還有另外一個支隱的 work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資訊 就會看到更多資訊 好資訊 做資訊 然後再問一個看